今天今天来关注 在屏中有一座吊虾场惊传杀人案 有一名17岁的少年和陆军一兵发生争执之后 这名少年竟然持器械攻击 造成陆军伤势过重 送医之后不惧身亡 事后这一名少年被以杀人罪嫌 送往少年法庭审理 被法官裁定收容 救护车抵达屏东这间吊虾场时 门口已经停了两台警车 原来这里在15号晚间发生了凶杀案 其中伤者11名陆军一兵 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时 他的双脚沾满鲜血 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急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原来这名陆军王兴一兵全身多处刀伤 除了又后膝又手腕 右上臂有伤之外 左大腿因为动脉破裂 流血过多成了致命伤 这名王兴陆军一兵 家住屏东严谱 扶的是自愿一 入五快满一年 他是13号休假四天放到16号 却在休假第三天晚上 跟国小同学倒掉下场的KTV唱歌 跟另一米17岁少年 因为禁酒不和起了冲突 王兴一兵遭到少年持器械攻击 才会伤众不治 事后少年也被法官裁定收容 事后除了警方对吊虾场 卡拉OK等场所加强夜间巡逻外 军方也对弟兄做宣导 希望休假期间尽可能不要前往一些高风险场所 对于王兴一兵家属 军方后续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外 也将提供法律相关协助 记者李安平评论报道